Hello大家好,我是Hey Jones首席电工 想必上次BB节只用一台Mavic Air就完成的旅行短片 让很多人印象深刻吧 手持飞机利用Mavic Air上的三轴云台 就能够在地面上也拍出平稳的画面 然而直接用手抓着飞机拍摄总感觉少了一丝优雅 也没有那么舒服 恰好今天工作室到的这货就是为了让你手持而生的 PG Vitec Mavic Air手持通用支架 先来一段样片 其实这个支架功能说起来很简单 夹住飞机 夹住手机 连接飞机时使用WiFi连接 然后就是一个带三轴增稳 可单手手持的录像设备了 上方夹飞机的卡口设计巧妙 打开和关闭都非常方便 夹住飞机后不会出现松动 垂直方向上有一个超过180度的抚扬角度 水平方向则可以360度无线位旋转 手机支架开合角度大概60度 支架的整体做工属上程 拧动旋转处阻尼感都很好 手持握把可以打开成三脚架 合起来时用磁铁彼此吸附 支架采用硬塑料和少量金属配件 整体重量只有171克 加上Mavic Air 430克和iPhone 7 Plus 188克 也只有区区789克 画质方面 Mavic Air可以拍摄100兆马流 每秒30帧的4K视频 以及1080p 120帧的高清视频 对于普通视频爱好者来说完全够用了 出门带一台Air 天上的也能拍地上的也能拍 到素材的时候 所有视频素材都在一张卡里 真心方便 手持拍摄由于电机不用转动 续航时间也大大增加 大概能持续录制两三个小时 四分之一英寸螺纹也让它能够扩展更多器材 比如摇身一变就成了GoPro的支架 当然这个支架不能像OSMO那样用摇杆控制云台旋转 也不能锁定拍摄朝向 说到底它只是一个支架 但是对于那些没有微单和稳定期的视频爱好者来说 只有一个Mavic Air和一个手机 想要拍出平稳的地面镜头 这就是一个很实用的配件 轻装上阵 没有太大的心理负担 也就更愿意去拍摄 记录和分享生活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更多玩机评测 后期教程 进行关注Hey Jones 我们下期再见